我们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是 约翰福音的一章 十四节给大家再度一遍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阿们 我们今天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 读过的这节经文为中心 围绕着让耶稣保写发出的声音 达到顶峰这样的题目 和大家分享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神为了人类的救赎使 从加勒底的乌尔 这个拜偶像的都市当中 把他拉的儿子 把他拉的儿子 亚伯拉罕呼召出来 应许他说 我要赐你另外一块土地 那么这样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当中的儿子 怎么就听到了神对他说话呢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蒙祝福的人 就是能够听到主的声音 亚伯拉罕他听到了神对他祝福的话 说要把那片地呢 应许赐给你为业 那这证据是什么呢 神吩咐他听 所以呢就在创世纪的15章里边呢 记载着神吩咐亚伯拉罕说 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班鸠 一只橱鸽 之后呢 在神面前献为祭 亚伯拉罕就娶了一只三年的母牛 母山羊 公棉羊 班鸠 献给了神为祭物 但唯独这只橱鸽 他没有剔开 也就是说 没有流血 没有流血 大家请留意听这话 主耶稣基督呢 之所以披带肉身来到世上 就是为了要流血 那么主耶稣 为什么必须要流血呢 为了讲明这样一个信息 我今天呢就读了这些经文 亚伯拉罕呢 因为这一只橱鸽 没有流血 没有剔开 神就没有悦纳他的这个祭物 这样呢 有鸡鸟 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身上 亚伯拉罕把他吓飞了 神呢 没有悦纳他的这个祭物 日落的时候呢 亚伯拉罕 纯纯纯的睡了 以后还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话 亚伯拉罕极其的恐惧 你的祭物呢 祭祀失败了 这样你的后裔 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要服侍那里的人 那里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等过了四百年 他们才可能出来 这就是亚伯拉罕献祭 失败的一个代价 那圣经里呢 不管哪一个书卷当中呢 都记载着如果犯罪的话呢 罪是一定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呢 就是付上死的代价 这是一个原则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呢 在一点原理的时候呢 神吩咐亚当和夏娃说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便的吃 这万物呢 你可以治理啊 管理啊 修理啊 但是园子中央的这棵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顺从神的话 吃了的话呢 是一定死的 所以呢 你要顺从神的话 之所以告诉你是 不希望你死 那这样 神所有的话语呢 都是在告诉我们 你不能死 你不能灭亡 你不能因为罪 而拿到一个死的证据 神的话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亚当吃了神 吩咐不可吃的 上恶树上的果子 必定死的 这句话 就应验在他的身上 也就是说 罪的公价呢 是一定要求 人把死拿出来的 被定死 大家一起说 至于国家的宪法 如果犯了死罪的话呢 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 那么人在神面前 不管是神 什么样的话语 人如果不顺从的话 这罪的公价 就要求人死 所以我们说 死亡 那么如果说 人的肉体死了 归到土里了 就没有了 消失了的话呢 还好 问题是 我们的灵魂 是属灵的 人的肉体死了以后 灵魂呢 要付出代价 在地狱当中 那么这有多痛苦呢 是我们的嘴 所表达不出来的 一种痛苦 马可福音的九章 里边的主耶稣 亲口说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当盐 盐个人 问题是 在那里边 遭受这样的痛苦 人也不能死 而且主耶稣 又亲口说 地狱呢 是火湖 那里边的热呢 只能是越来越热 那主耶稣呢 又亲口说 王又对左边的说 你们这些被赵主的 离开我 进入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这可是真是 叫人紧张得很了 那这就是罪的功架了 地球上没有一个人 必要为罪付出代价的 神为了替人付出代价 在救赎史开始的时候呢 就呼召了亚伯拉罕 让他献祭流牲畜的血 那这就预表着罪呢 是一定要求死的 然而呢 他没有劈开 没有流血的这一只 除歌的关系呢 那就使得他的后裔呢 造成四百年的苦大 耶和华说 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斑鸠 一只除鸽 亚伯拉罕就娶了这些来 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了一半的百裂 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只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身上 亚伯拉罕就把他吓飞了 日头争落的时候 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 突然有惊人的大黑暗 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那么这就是罪的代价 要被别人苦待四百年 那这个痛苦呢 就如同的是水煮沸的痛苦 而也是他们在痛苦当中 身影不停的一个痛苦 他们必须黎明 早早地就起来工作 而且一直到晚上很晚 这个工作呢 是给他们一天的定量 这个定量呢 是必须要做出来的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呢 就要被鞭子鞭打 遭受各样的折磨 而且呢 又有灭种的政策 就是生下来男婴的话呢 这收生婆呢 就被命令当场就致死 这些男孩 所以呢 他们所受的痛苦 如同一个活地狱 这就是他们的祖宗的 罪的一个代价 那么我们在世上活着 所遭受的痛苦 也是我们的祖先亚当 所犯的这个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知道 罪啊 不管岁月流逝了多少 也不能自然的消磨 有罪的人呢 是一定要付出罪的代价的 为了解决这样的罪 神呼召亚伯拉罕 那么从开始呢 就小遇他 神该怎样的救助之人 也小遇之人的罪 将带来怎样的痛苦 岁月流逝 神听到他们的哀叹的声音 也过了四百年了 神就通过摩西 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所以这真是一个人不可想象的 伟大的启示 把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这个强国里面领出来 恐怕这是比把整个三角山穿过针眼更难的事情 这是唯独神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如果我们再细讲的话呢 那就没有时间了 所以呢 神就通过摩西把他们带出来 也就是说已经付出了罪的代价呢 才把他们带出来的 就是让他们过红海 如走干地 又让后边来追他们的埃及军兵葬在红海当中 他们过了红海就在旷野 过旷野的生活 神就吩咐摩西上到西奈山来 摩西呢就去了 那么现在 以色列百姓们呢 他们 在埃及的时候 四百多年的时间呢 侍奉埃及的许多神 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呢 就带着埃及的这些习惯出来 我呢也到埃及去过 那可以看到啊 埃及的各地各方啊 因为我当时呢 是寻访圣地 拍成电视剧 所以我就觉得 当时他们的时代呢 就是眼睛所看见的都是神 看到青蛙青蛙是神 看到太阳太阳是神 看到这个尼罗河里面的鳄鱼 鳄鱼也是神 什么都是神 没有不是神的 看见什么 什么就是神 为什么他们那么多神呢 因为他们不安 他们在找帮助他们的力量 各位 我跟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这世上活着 现在我们这个 生与死的苦难已经结束了 我们是已经确保了天国和永生的了 我们的神呢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父神了 我们是充满了希望的人 我们是充满了盼望和指望的人 大家承认的回答 阿们 这是我们多么感恩的事情 那他们为什么侍奉这么多神呢 因为他们不安 他们在找谁能够帮助我们呢 有什么事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向那些神去求拜 去求去拜 去服事 你们也有过这样经验的举手 他给了你们什么呢 那些假神带来的只是咒诅和地狱 所以呢 神就吩咐我们说 除了我之外 你不可以有别神 也就是说 除了我之外 就没有祝福你们的神 除了我之外 就没有爱你们的神 除了我之外 就没有你们可以依靠的神 除了我之外呢 就没有能够解决你们痛苦的神 别的神呢 都是咒诅你们 叫你们灭亡 把你们拉到地狱当中去的 仇敌一样的假神 我祝贺你们 现在我们遇见了独一的真神 那摩西当时就上到西奈山 神吩咐除了我之外 不可以有别神 那么这是实诫命的开始 神给了摩西实诫命 而且呢 也给了他 会幕的一个设计图 让他去见 又告诉摩西 如果百姓没有遵行 这律法的 那要让他们宰牲畜 承认我呢 是李当乡的一个牲畜一样 死去的一个罪人 之后要让他们悔改 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免除咒诅 那摩西特就带着律法和会幕的设计图下来 就宣告让百姓们来建造这个会幕 可是以色列百姓们 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呢 侍奉过很多别神 他们带着这样的宗教文化出来 结果呢 他们就在神面前 没有一个没有犯侍奉别神的这样罪的人 我们知道这罪事实上蒙祝福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罪既然不能被自然消磨 那就不能让这个罪呢 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罪呢 它不会不动的 罪呢 是工作的 罪的公价是死亡 罪是要杀人的 这就是罪的工作 而且罪呢 还要做咒诅人的工作 做让人得病的工作 做败坏人的工作 这个仇敌的工作 如果我们要让它终了在我们身上的话 就不许让罪退出去 所以呢 如果不解决罪的问题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不能解决 我在神学院里的时候 我当时 我觉得呢 我比别人了解圣经 了解的更多 我上神学院之前呢 以为呢 都是比我了不起的人 才能上神学院 可是 去了以后才发现呢 觉得 哎呦 这些人 到底将来怎么这么会啊 怎么都来读神学呢 所以从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 哎呀 我是很不错的人 就有了一种安全感 因为呢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我记得大概是 二年级的时候 我的身体呢 就开始 有病 结果呢 就令我承受不了的程度 我们大家知道 人死啊 其实呢 断气这个瞬间呢 是容易的 问题是 走向这个死的这条路 是那么难 我听到我们的圣徒们 谁说 谁有病的话呢 首先我要想 这个痛苦 是走向死亡的一个痛苦呢 还是中途能够停止的痛苦呢 那么如果是走向死亡的痛苦 我们知道 呼吸停止就完了 问题是 一直到呼吸停止为止的 这个痛苦 太难以忍受了 所以呢 我就祷告主啊 求主 免除我们圣徒们 走向死亡的这个痛苦 主啊 他们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呢 就求你呼召他们去 我们老人们呢 也这样的祷告 所以呢 这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 当中的痛苦 我们年轻人们呢 不知道走向死亡的这个痛苦呢 是有多么的折磨人 这是我们罪啊 表达不出来的 那当时我爱人呢 就把我带到山脚 山腰上 在那里支撑帐篷 告诉我说 你在这里祷告 跟神来解决吧 死活 你跟神来解决吧 之后呢 他就下去了 那我当时也觉得 我在做普通信徒的时候 我就讲道了 我也举办复兴圣会 那么从我这方面来讲 我从上神学的时候呢 讲到讲的时间 最多的是六个小时半左右 你们想一个神学院的学生 讲到怎么能讲到六个小时半呢 可是呢 现在在座就有我的证人 而且我当时讲到呢 也不用看稿纸 都在我的脑子里 所以我就想 我这么能呢 那到底我为什么要得病呢 所以当时呢 我在山上祷告 那时候呢 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整个的身体啊 就如同虚脱了一样 这个痛苦呢 真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但是我想象 如果是地狱的话 所以我这个疼痛啊 跟这个地狱来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不算什么呀 那我当时的身体痛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边的胳膊呢 找一个树枝放上 这边的胳膊呢 再找一个树枝放上 因为我当时就根本没有做的力气 而且这个下壳呢 又要再放到一个树枝上 之后呢 在我心里边呢 深深的来祷告神 给我力量 承担起这个痛苦 我当时还没有领悟到 我这样的有病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可是呢 有一天 突然 神把整卷圣经 一下地展开在我的眼前 整个圣经 叫我一眼看得清楚 神声音就让我听见了 说 让你做的 你做了吗 不让你做的 你没做吗 那这样一来呢 我就发现我自己啊 神不让我做的 我都做了 而让我做的 我都没做 我听到了 主对我说话的这个同时啊 那么整个的一卷圣经啊 就像一个屏幕一样的展现在我的眼前 结果呢 我就想到了什么呢 在大马仕格 扫罗呀扫罗 主啊 你是谁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就像这个场景一样 我知道如果不顺忠神的话语 就是藐视神了 就是逼迫神了 就是小瞧神了 就是小看神了 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了 我们单单来到礼拜堂 觉得有热心 这样生活就过得很好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可是呢 神呢 特别的让我发现了我里面 这么多的罪 结果 在当时的痛苦当中 我领悟到的是 罪啊 太可怕了 罪呢 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当时的身体呢 是瘦得皮包骨 可是啊 三个多月的时间呢 是一直流泪啊 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的水 我祷告啊 我悔改啊 这个罪呢 掏出去多少 我的身体呢 就健康多少 我就知道了 原来是罪杀死我啊 是罪杀死我 这是我当时呢 彻底彻底的领受到 彻底的领悟了 所以呢 我就是 当时呢 是深深的悔改 这个罪呢 是多么的令人可怕 所以我当时 上哪去睡觉子呢 哪有这个时间 往别地方溜号呢 我就明白了 罪呢 是不能够自然消灭的 罪呢 也不是不工作的 罪在人里边 做着一个杀人的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这是我当时呢 非常非常深深的领悟的 圣经里告诉我们 不管什么地方 有罪就有痛苦 这是圣经里边的信息 所以呢 以色列百姓们 他们每当犯罪的时候 他们就宰羊 宰牛 宰山羊 宰鸽子 到神的面前 献尾祭 他们承认 尤华神呢 我因为罪的代价 是要死的 现在呢 这个牲畜 替我死了 我明白了 这个牲畜的死呢 就是我的死 所以请你看在 血的份上 饶恕我的罪 之后呢 由祭司长 拿着血 到制圣所里去 那么他们最得饶恕呢 就十分的喜悦 各位 得饶恕啊 都让他们这样的幸福啊 得饶恕 可是呢 我跟你们大家 我们不是得饶恕 我们俩是得到了赦免的人 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呢 有一个仆人欠了主人 一千万银子 他没有办法偿还这一千万银子 一千万银子跟现在核算起来值多少 大家想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偿还 那么用今天的我们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所犯的罪的代价 是我们所不能偿还的 那必须要求死 那么主人呢 觉得这个仆人没有办法偿还 这个仆人也说 说以后呢 我会偿还的 我就是把我的这个妻子儿女 都一起来跟你做奴隶 我也一定会偿还你的 所以那主人就对他动了慈心 就把他给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所以他想该多么的喜悦呢 可是呢 他出去以后呢 遇见了一个人呢 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他便揪着这个同伴 掐着他的喉咙 说你把你所欠的还给我 结果呢 这个同伴要求他呢 他也不饶恕这个人 那么被同伴看见以后呢 去报告了主人 主人就说 把他重新给我带来 让他还清那一千万两 这就是得饶恕 可是呢 如果是得到赦免的话 得到赦免的同时 就已经没有了 已经偿还上了 是主耶稣流血偿还的 所以呢 我们大家不是得到了 饶恕的 乃是得到了赦免的人 那么我们到底 在神面前蒙了 什么样的恩典呢 其实掌门的即便是 每天在神的面前献祭 可是呢 凭着这牲畜的血 是不能除罪的 神不过暂时保留这个罪 暂时饶恕了人 如果牲畜的血 能够除罪的话 那主耶稣为什么还要来 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 虽然神就通过会幕 也通过圣殿 告诉罪人 你们为了活 为了免除咒诅 为了免除罪的公家 带来的痛苦 那你们就要献祭 在牲畜 使你们罪得赦免 从痛苦当中得到释法 可是呢 这牲畜的血不能除罪 你的罪还在 不过呢 就饶恕了你 因此呢 你们要仰望 使你们的信心 创世成终的主耶稣 你们生出的血 是不完全的 那后来 要有耶稣 为你们流血 他的血是完全的 你要仰望他 所以呢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大家理解的回答 阿们 那旧约时代的人 他们好像是在我们前面 其实呢 他们却成了在后的 而我们呢 是在后的 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了 在前的 因为我们先 遇见了耶稣的宝血 他们跟我们呢 一同遇见了耶稣的宝血 大家理解的回答阿们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祝福 所以为了把我们 从必定死的这个罪和死亡 当中拯救出来 现在就差派自己的爱子 来到世上 让他替我们死 以舍弃儿子 偿还了我们必定死的这个死 而救活我们 所以神的道成了肉身 来到世上 神是个灵 灵呢是非物质 无形态的 是存在的 是有人格的 即使灵就没有办法死 因为不能流血 必须要披戴肉身 才能够流血 他的道成了肉身 那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神的道成了肉身 神的道成了肉身 他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有恩典 有真理 那必定死 这是真理 犯的罪 没有办法 有的人呢 说什么样的罪呢 他都犯 还说 哎呀 神是爱吗 难道真能 那样对待我们吗 各位 正因为神是爱 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呢 这罪的工价是死亡 是一定要求死的 所以呢 神才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偿还我们的赞 并且呢 通过悔改的人 通过信他的人 来以待死的方式 来饶恕 来赦免我们的 不是说神是爱 那人们就错误的以为 罪能自然的消磨 这是绝对不能够误解的 罪是我们犯的 而罪的工价代价 是神的儿子付的 所以呢 主耶稣在这世上受洗的时候 那施洗的约翰就说 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以前的 以色列百姓们犯罪的时候呢 就由羊来替死 同样 约翰就指的说 看那担当世人罪孽的羔羊 另外呢 神又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那么担当世人罪孽的这羔羊 如果是人的种子来的话 亚当以后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人 那他怎么能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呢 假如 谁跟我 亚伦你到前面来 比如说亚伦跟我 我们俩都一起犯了律法 两个人都要死 结果呢 我对亚伦说 亚伦啊 你还年轻呢 所以说 我替你死吧 你回去算了 这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有属于我的死 有属于他的死 是不能够代替的 那所有的世人呢 不管是谁 都是亚当的后裕 都是必定死的罪人 所以呢 谁都不可能代替谁去死 因此呢 耶稣受洗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 就有神见证说 这是我的爱子 唯独神的儿子 才是没有罪的 唯独神的儿子 才能代替我们的罪 替我们使救赎我们 因为只有他 是你们的救世主 所以呢 现在讲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信息 血意味着死 血也意味着生命 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就是为了要流血 就是为了要死 是为了谁死呢 为了我 为了我们 我希望你们今天每一个人 都成为耶稣 为你而死的一个当事人 我们也成为当事人 我们要说 耶稣为我死的 耶稣代替我 背负了我的死 本来神吩咐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可是呢 亚当吃了神 吩咐不可吃的上个树上的果子 就必定要死了 然而呢 神的儿子代替了这个必定死 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的死已经结束了 神学工作者们说 救赎使呢 是从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开始的 其实呢 是从圣恶果事件开始的 这是圣经里面明确讲 说出来的 大家理解的回答案们 他为我们死 他来呢 是为了把我从罪里拯救出来 所以呢 我是要求主耶稣为我死的一个当事人 因此 他是神的儿子 这是当时耶稣受洗时候的见证 同时呢 又有圣灵 如鸽子 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 鸽子是干什么的呢 以色列百姓们每天每天犯罪 得罪神的时候 他们就每天每天的来献鸽子 以火 就来献给神 之后呢 与神和睦 同样 耶稣呢 就如同鸽子一样 他担当我们每天犯的罪 为我们而死 这个鸽子呢 就是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意思 要不然 耶稣为什么在约南河里 受了洗上来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进到水里呢 就是要宣告 我要这样的为整个的世人而死 那他为什么要从水里上来呢 因为你们的罪嫁呢 我已经偿还了 所以呢 那就你们再也没有罪了 你要跟我一同复活 同样 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呢 就是我们要承认 主耶稣已经如此的代替我死了 所以呢 我要跟主耶稣同样的复活 那么我们跟主耶稣的生 主耶稣的死联合起来了 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六章 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们大家承认呢 借着耶稣 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精力的回答安门 也就是说 被死的人成为了永生的人 看那担当是人罪孽的羔羊 他像鸽子一样 每天呢 解决我们每天所犯的罪的 一位我们的救世主 他是谁呢 他是只有没有罪的神的儿子 才能够做到这些 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够做到这些 各位神把祂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然而呢 我们每到主日的时候呢 从兜里掏几分钱来 说哎呀 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毫无吝气的献给主 实际上呢 就像有钱的人呢 扔个零用钱给乞丐一样 我们在主有很多这样的人 你们夺取了神识 以奉献的那些盗贼呢 又有多少呢 可是呢 你们说 哎哟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到外边去 即便是犯罪 又能怎么样呢 犯了这以后呢 悔改不就完了吗 主耶稣的血 是为了满足你们肉体的私欲和要求 让你随意的犯罪在悔改的 这样的一个 你们可以随便误解的 一个证据嘛 那么你们把耶稣神的儿子所留的血 如此的看为卑贱 你们知道神儿子的死 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知道因为罪的工价 你们要在地狱当中受刑的 而神为了解决你们的这个问题 才把儿子舍弃给你们的 你们了解父的心情吗 你们又了解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你们不可以下地狱 所以呢 就为了你们死 把你们从罪和死亡地狱当中拯救出来 自己流血受死的 你们了解耶稣的精神吗 了解他的心情吗 你们不了解 所以说你们才这样的轻易的 轻率的 去犯罪 各位信仰生活可不是宗教生活 信仰生活呢 是为了我们自己要活的一个生活 为了自己要活的一个生活 我们大家想一想 神所造的受造物 神造的受造物 而且呢 他造了以后 把天地的万物都赐给人 是为了叫人呢 幸福地活着 可是这人偏听了神的仇敌魔鬼的话 吃了神吩咐不可吃到三个树上的果子 犯了罪的人呢 已经属于了魔鬼 已经成了魔鬼的爪牙 已经成了挑战神的仇敌 所以神呢 你之外呢 就没有别的可以献上的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恩典呢 各位 我作为你们的主人牧师 那么很多人都说 我们教会的是个大型教会 那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么为什么我现在呢 两手空空的活着呢 我感受不到钱有什么样的价值 也感受不到名誉有什么样的价值 别的什么价值 我都没有感受到 因为对我来讲呢 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呢 就是救赎了我的耶稣的保险 你们知道我是值多少身价的吗 我是值多少身价的吗 是神的儿子为我使用他的血救赎了我的 哥林多六章十九节里边的就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店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你们是我重价买来的 所以呢 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也就是我们的身价是多少 他用血买出了我救赎了我 他是以死代替我死 把我从死里救赎出来 他皮带肉身 特意为此来到世上 为我而死的 那么他的血值多少 我是多少的身价 是我干嘛活着那样的卑贱呢 我们干嘛要活着那样的卑贱 那样的廉价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是相当有身价的 是神的儿子替死的 神的儿子的死买出了我们的 我们的身价就是神的儿子的一个身价 可是你们小看自己 你们活着那样的廉价 在世上的追求肉体的私语和情语而活吗 不可以的 我们要按着父神的要求 要按着主的要求而活 主耶稣来到世上是怎么说的呢 冤福音的六章 36到38节里说 我来不是为了要按我的意思行 那是要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那父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 所以我父的意思呢 就是叫一切见识 而信任都得永生 一个也不能灭亡 都得叫他们复活 主耶稣流血受死 偿还了世人的罪债 拯救了我们 可是呢 有多少人不了解这个恩典 走向地狱 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人呢 不管不顾的话呢 我们就太残忍了 那么你这样做的话 说明你自己的身价呢 你还不知道 还没有身价 各位到底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在神面前 作为一个得了恩典的人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对我们的邻舍该做什么 这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明白 主耶稣来到世上之前 神就通过先知 以赛亚预言说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他为什么要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呢 原因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因为那神事先有应取 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 谁死呢 谁死呢 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了 我们得救了 就知道是神的儿子死了 这是神的约 必定死 现在呢 我们信了耶稣了 得救了 我们就知道 两千年前 来到世上 为我们流血的主耶稣 必定死的这个死 指的是神自己的儿子的死 这样的话呢 叫我们得活 受造物 现在我们可以借着耶稣 在神的面前 互换神为父 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被造物的身份 改变了 成为了神的儿女了 而且我们又 可以跟主耶稣 永远地活着了 你们大家承认 以这属灵的身份 上升的福分的回答案门 所以呢 他要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 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跪在他身上 这的日子 必定死的这个罪呢 就都转嫁给了他 让他站在身上 犯罪的是我们 担当我们的罪的是他 他为了这样的目的 才披带肉身 来到世上的 所以呢 必定死 这是一个真理 这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 所以呢 必定死的 我们的这死 因主耶稣死的同时 我们的这个死呢 就画上了句号 那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了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所以呢 你们要悔改的这句话 就是说 你要把 神的儿子 要替你死 这个罪 掏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确认 他已经为你死的 这个事实 各位 我们不是说 听到了什么 伦理上的话 才能活 也不是听到什么 良心的话 才能活 我们呢 要听主耶稣 来到世上 他在写发出的声音 大家承认的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那这位他来到世上 他如此的 为了我们死 这是父的旨意 这是父的旨意 父已经说 吃的日子 必定死 如果我为我们的 这个死父者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活 可是呢 神的儿子 代替我们的 必定死 而死的同时 必定死的这句话 应验了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承认 他是为了我的罪 死的 必定死的我的罪 由神的儿子 代替死的同时 我就可以活了 那这就是我们 悔改时候的一个告白 证据圣灵就会临到我们 证据就是我们 从罪里得自由 那也就是说 圣灵降临的同时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 并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主耶稣的见证 首先呢 你们要去见证 是为你死 其实呢 你们要去见证 是为了林舍死的 其实呢 你们在向整个的事 来见证 是为他们死的 耶稣已经为你们流血了 把你们从罪和死亡 当中拯救出来了 这个消息呢 你们不能让一个人不知道 都要传道 都要救活 那这就是神 交付给我们的功课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主功 我们接着这样的恩典得救 都会的阿们 所以呢 如果 你不去给福音来做见证的话 你要看一看 你自己是不是得救了 如果你自己没有得到恩典的话 你对谁去说呢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得到过恩典的话 你能对谁去讲呢 马可福音的一章里面呢 二章里面呢 记载着有一个大麻风病人 他说 主啊 你若肯 叫我洁净吧 那主把手伸出来说 我肯 你洁净了 结果呢 他瞬间呢 就洁净了 主耶稣呢 就吩咐他说 不要 对别人讲 只按照摩西的吩咐呢 去给祭司查看 献上礼物来做证据 你说他的大麻风多洁净了 他怎么能够闭嘴不说呢 人们说 他是大麻风病了 他一定会 不是我得医治了 不是我得医治了 是耶稣医治了我 我已经不再是大麻风病人了 那么 很多人呢 说他是大麻风病人的时候呢 他就大胆地讲 我已经得到医治了 是谁医治你呢 是耶稣医治了我 所以他是不可能不说的 必死的这个罪 由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死 之后把我们从罪死亡 当中拯救了出来的话 那我们的嘴 怎么能够闭口不说呢 我们不去说的话呢 我们能不能忍受得住 我们不说的话 能不能忍受得住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大家请注意听 所以呢 在这世上 最最蒙祝福的是谁呢 那就是免除了地狱身世的人 就是免除了必定死的身世的人 就是从罪里得到了释放的人 现在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已经释放了你们 使你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 你们得到这恩典的回答安门 道成了肉身 他来到我们中间的目的 是要背负必定死的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 偿还我们最要求的罪嫁 使我们在耶稣面前 来悔改我们自己的罪 之后借着耶稣的保血罪的赦免 从罪里得到自由 要好永远的活着 你们要把这样的消息来传给万民 来传给万民听 而且要传到撒玛利亚这道地极 不让一个人灭亡 所以主耶稣拜托我们 要传他保血罪的声音 你们同意主的圣洁的 神圣的声音的回答安门 现在我们带大家一起来高举双手 我们来祷告 首先我们承认主 我是永远必死的罪人 是永死的罪人 因为这个罪 因为这个工价 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我要遭受肉体的许多的痛苦 环境的痛苦 而且死了以后 还要在地狱当中 在地狱的火炎当中 遭受永远永远的痛苦 可是神的儿子代替我死 偿还了我的这一罪债 把我从罪死亡和地狱当中 拯救了出来 本来我以前是这样的一个罪人 所以首先我们要这样的悔改 之后呢 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了 我得救了的话 那么圣灵呢 就会临到我们的里面 那这样圣灵呢 就会引导我去传福音 直到地极 向万民来传福音 向所有的各民各族 来传播福音 主我求你让我把我得到的福音 来传给万民 主我我感谢你的救恩 神那你舍弃了你的儿子 主耶稣呢又舍弃了自己的性命 主我我感谢释迦的救赎的恩典 那这个恩典呢 让我尚感谢神下对灵舍来传播 主我求主让我们不断借着主 供应给我们的力量来祷告 来传福音 而且让我们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散呼主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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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